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小代 今天是万圣节 我们 啊不对啊 走错片场了 好了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 我们刚才走错片场了 其实今天是圣诞节 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边圣诞节大家是如何来庆祝的 和中国的新年又有哪些不同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加拿大是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国家 可是人口只有3700万 而相比我们知道北京城就有2100万人 还不包括在京就读工作和旅游的外地人口 大家可以想象平时加拿大人也是多么的稀少 在中国春节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 对于中国人来说 无论你身在何方 都会想着回家 与家里人团聚 坐在一起吃上一口热乎的年夜饭 大街小巷也会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而对于很多欧美文化圈的人们来说 圣诞就是他们的春节 现在我们提起圣诞节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买买买 好好说 是是是是是 提起圣诞节大家肯定都会想到上单老人 圣诞老人 而事实上圣诞老人的光环已经盖过了圣诞节本身的主题 耶稣基督的生日 果然送礼物会比较受欢迎 而事实上对于耶稣的生日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直到四世纪初期才被罗马教廷统一认可 延续至今 随着时间的发展 圣诞节也逐渐从宗教节日 慢慢转变成了一个休闲度假 与家人享受时光的节日 当然也为很多无良商家用来炒作疯狂洗脑大家买买买买买买买 我们现在到了多伦多市中心 我的后方这个地方就是多伦多市政府 现在你看这是一个滑冰场 很多人都选择在这个地方滑冰 然后每年的圣诞节期间 都会有人布置灯光 还有这些小店什么的东西 看这边左边有一个非常大的logo 它写的是多伦多 我们看这边有一个小店啊 这个小店哇今天也是非常的冷啊 这个小店是卖普天的 要问加拿大有什么好吃的 这可能就是 真的是我想着唯一一个可以 可以说上名字来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排队去买一个 走吧 平时 平时真看不到这么多人啊 哇这这就像过年了 好我们现在就在这排队等一下啊 刚才人也没有这么多啊 谢谢你帮助我 谢谢你帮助我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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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等到了 排队排这么久 他每日很辛苦啊 这个就是加拿大 确实可数 非常罕见的本地产的特色美食 它其实就是炸的薯条啊 然后上面盖了点肉汁 然后撒点cheese 但是它这个确实还蛮好吃的 这边还有人卖甜甜圈呢 但是这个东西太甜了 不是我的口味 我们可以换下一家 这边有好多这种像嘉年华一样的东西 投篮球啊 炸球啊 都是给小孩子玩的 就有点像中国的那种 马戏团 也不对 跳到市场 也有相应的奖励 哎 我老了 我 我就不去玩了 我们还是去个这边看有很多小商品 我们去到这边看一下 有卖帽子的什么 看够不够我光头的老爸买一个帽子戴一戴 这边有很多这种行为艺术家 他们在这种大冷天里面穿的这么单薄 在这个地方只要投币啊 他就给你开始表演 很辛苦啊 但是这就是艺术嘛 本期现在没有人投币啊 如果有人投币的话他就动了 看看 这是前一段时间上映的那个Joker 但是小代本人还是更喜欢西斯莱杰演的那个Joker 看这些人多惬意啊 围在这个大冬天里面围在这个火堆烤火 整个空气都弥漫着那种松树烧的味道 这味道好香啊 闻得我都饿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City Hall的下面 我后面这就是我们刚才逛的那个 这是算市场吗 反正就是一个活动的嘉年华吧 有大人有小孩 老夫妻 年轻的情侣 有很多华人啊 也听到了很多家乡的声音 也是觉得蛮好的 世界这么大 在这个地方碰到好多华人 在这个异国他乡过圣诞 我太难了 刚刚从地下停车场出来 居然没有交钱 好像 你看那 你看那 原来是因为这是可能是着火了 有消防车在这边 所以就可能 可能这边发生一点事故着火了 所以 我们没有交停证费 我们就出来了 哇好多警察 啊 confirm by saying yes 嘿嘿 转了 嘿嘿 这波 不许说话了 cancel 真乖 好了现在我们要去一个小镇 那个小镇呢 叫Univill 它中文名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翻译成了愚人村 可能中文类人比较 比较 你懂的 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华人的聚集区 因为那边有个非常好的高中 但是它也是比较老的镇了 所以 我们还是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已经来了这个Univill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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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小镇可能我们来的比较晚了 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早一点的话 这边有很多的酒吧 有很多的咖啡厅 人们会选择在夏天的时候 在这种地方坐着 喝喝酒啊 烤烤火啊 跟朋友聊一下天 街上有很多那种卖巧克力啊 卖糖果啊 卖冰淇淋的那种店 每当夏天到的时候 这地方有很多很多的豪车啊 美女啊 老爷车啊 还有很炫酷的那种哈雷摩托 但是可能今天实在是太冷了 我们也来的比较晚 所以现在路上的人真的是寥寥无几 前面那一家灯光特别好的 我记得他们家有好多特别漂亮的糖果 改天我们还会再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也有个中餐馆啊 它是一个烧烤 是一个华人开的 叫九号小院 蒜香菊大虾 鱿鱼须黄花鱼 今天吃饭吃早了 还有很多酒吧啊 平时的话我也会和朋友一起来这边坐一坐 喝点酒啊什么的 你看这橱窗上面有好多种红袜子 就像当圣诞节嘛 据说是把这红袜子挂在窗头 圣诞老人就会把礼物给你塞到袜子里面 但我真的怀疑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人买啊 看着就感觉没有什么用处啊 我们可以一会再去那边走一走 那边也有好多小店 每个都很漂亮 就是从来没有见有人买个东西 听说我的礼物就要到了 拜托你了 现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个酒吧 据说里面的漂亮小姐姐非常的多 我以为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但是我上次和朋友来了以后 并没有发现有漂亮的小姐姐 我觉得这是一起商业诈骗 我以后不会再来了 当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这一片非常漂亮的房子 那么我们这期视频 就以这个房子来作为结尾 感谢大家的收看 在此祝愿大家圣诞快乐 我是小黛 是一个制作视频的初学者 还希望大家多多帮忙提意见 让我的视频变得更好 谢谢 欢迎订阅 我们感谢大家 拍影片 我们感谢大家 我们感谢大家 因为我们感谢予个人 我们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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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